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急促的敲门声 把正在宾馆值班室睡觉的服务员李大姐给惊醒了 一名女房客着急的说 大姐麻烦你给开一下宾馆大门 我有点急事要出去一下 这睡眼惺忪的李大姐送走了女房客之后呢 转身来到了宾馆的102房间 准备上个厕所 然后回去继续睡觉 谁知啊 这一进厕所呢 便被什么东西啊 给绊了一下 定睛一看 妈呀 这厕所的地板上躺着一个人已没有了动静 吓坏了的李大姐赶忙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接到报告后 民警立即赶到案发现场 已经断了气的老板娘惠芳 脸色亲子 脖子上有道明显的泪痕 冰馆老板娘惠芳 在当地开冰馆呢 已经有些年头了 平时啊 为人和气 性格呢 也很开朗 从来没听说 她跟什么人红过脸 闹过矛盾 这样一个人 怎么会在自家宾馆里 被人杀害呢 按照一般规律 凶手在作案之后呢 一定会尽快逃离现场 因此 警方将调查的目标都集中到凌晨两点以后 因为在城汽这一块都有安装有那个城汽视频那个监控系统嘛 我们想看一下能够从这上面能不能够找到踪迹 警方立刻调取了宾馆的监控录像 果然一个神秘的身影出现在了半夜时分 宾馆服务员李大姐看了视频后 很肯定的说 这个女人就是当天在半夜里叫她开门的那个女房客 当时李大姐被敲门声吵醒后 从值班室出来 她迷迷糊糊的没看清那人的长相 但她知道这个女房客年纪也就在二十出头 宾馆服务员李大姐正是在给这个年轻女房客开门后 在102室的卫生间发现了被害的老板娘 那么这名女房客会不会就是杀害老板娘的凶手呢 可是从身形上看 这个娇小的年轻女性实在不像是一个能将老板娘汇坊置于死地的杀人凶手 而就在这个时候啊 在案发现场调查了解旅客住宿情况的民警呢 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李大姐回忆说 那天夜里她给那名女房客开了大门以后 专门查了旅客登记簿 知道102房没有客人以后 这才进了102房卫生间准备上厕所 李大姐肯定的说 当时她翻查那个本子的时候 住宿登记的内容还是完整无缺的 也就是说 有人在李大姐查过登记簿之后撕掉了当天的记录 而李大姐翻查登记时 那个要求开门的年轻女孩早已不在宾馆了 所以可以肯定 旅客登记表是有人故意撕掉的 而撕本子的肯定不是那个年轻女房客 而是另一个隐藏在暗处的人 通过继续查看视频监控 民警又有了重要的发现 这个在案发时间出现的男人 正是在年轻女房客叫人打开宾馆大门后溜出来的 离开宾馆之前 他完全有时间 有机会 趁李大姐走进102房间时撕掉前台的住宿登记 销毁自己的信息 从身材上看 这是一个壮年男子 也完全有能力下手杀死老板娘 这个改口能回几点吧 两个人以前以后出来了以后 最后又走在了一起 从那个视频资料上看来的话 他们两个就是说你觉得在跟男的打招呼 有这种有这种动作 那么有一次可以看出来他们两个应该就是以后了 只是说在出来现场的时候 他们是先后以前以后出来 通过调查宾馆入住情况 民警发现 宾馆当晚的所有房客中只有304房间的一对情侣不见了踪影 他们离开的时候呢 也没有办理退房手续 而是偷偷跑掉的 这样看来 他们有着很大的作案嫌疑 果然 在民警们对监控录像进行再次仔细分析之后 一个接一个的物证就出现了 通过被害老板娘的丈夫仔细辨认后发现 这个女子手中的白包正是死者随身携带的手提包 另外 视频资料中从宾馆出来的男人也挂着一个包 份量很沉的样子 明显的地面有一个房的东西 只要一看这个视频监控 这个视频资料就能够看出来 很明显的是一部笔记本电脑 由此可以进行推断分析 他奶奶这个来保留 应该将现场的电脑带走的这个时候 由于案发当天旅客登记资料已经被破坏掉了 这一男一女的真实身份无法确定 警方对他们住过的304房间反复搜查 也没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如果这一切真是这两名年轻男女所为 那么他们不仅凶残 而且相当的狡猾 具有很强的反侦察能力 警方决定继续从监控视频上下功夫 寻找更多的线索 第一个坛就发现现役人离开宾馆的情况后 我们就紧接着就顺着这个离开的线路 追下一个视频 下一个视频可以发现他们的行踪 我们一直追了第四个视频 如果到新农街这个探头的话 这两个人就消失了 一直过来四百米左右吧 就是一个长途汽车刻印 虽然距离车站比较近 但是他们想要乘车逃跑却不那么容易 因为半夜三点多 长途车站并没有车次可发 但是我们这儿的客运站吧 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有车门 我们这儿的车一般都是从早晨六点左右一直到晚上 最多已经可能有发觉 没有长途车可坐 那他们会不会使用其他交通工具离开了呢 民警对周围的各种交通运营 从人到车进行全面排查 仍然找不出这两个犯罪嫌疑人的行踪 难道嫌疑人并没有跑出华平线 而是留在了当地 暂时隐藏了起来 当民警又一次翻看监控录像 并把录像按时间线往后看的时候 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凌晨三点多 寂静的公路上竟然出现了一辆大巴车 原来当时正是暑期客运高峰 运输公司临时加了一班从昆明发往华平的大巴 再将昆明的旅客送到华平后 大巴车掉头 原路从华平返回昆明 兼顾录像显示 凌晨的3点27分 大巴车由客运站驶出开往兴隆街 而就在此时 也是3点27分 两名嫌疑人也正走向兴隆街 嫌疑人和大巴车必然会在兴隆街相遇 找到这辆大巴车之后 我们对这辆大巴车的这个私车人员进行走坊调查 他们就发现出来 当天确实是有一难遇遇 就在兴隆街口 趁他们大巴车离开了 我们把视频资料 请这个辆大巴车的私车人员点人 他们确定就是这一难遇遇 半夜里的这辆大巴返回途中基本是放空的 所以司机对临时上车的一男一女记得很清楚 当时两人上车后买的是到昆明的车票 可是汽车刚刚行驶到攀之花的时候 他们就提前下车了 只有这个影响 这个女的打了个电话之后 这两个人就跟他们说 他们要在这里下车 不开昆明了 得到了这一线索 民警们立即赶到了攀之花市 找到了那辆大巴停车的准确地点 可接下来的一切 却让他们很失望 因为两名嫌疑人下车的地方 正好是监控的盲点 案件再一次钻进了死胡同 然后我们就换了一个角度 我们就看一下 这两个人来是往哪儿来的 根据视频资料 导查是咋个进去的 什么时间进去的 宾馆服务员李大姐回忆说 这一男一女在案发之前 就是7月7号的早上入住宾馆的 既然她是百天进去的 我们就一定能够在这个探头下 能够捕捉到她的踪影 不出民警所料 他们来的时候 也出现在宾馆门前的探头下 通过对衣着和步态的更多观察 可以看出 7号早上进入宾馆的这对男女 正是8号凌晨匆匆离开的嫌疑人 监控录像清楚地显示 这两个人入住案发宾馆的时间 是早晨7点40分 而且两人都显得十分疲惫 相当疲惫 这个晚上看几百米水饺的这种情况 没有水饺是在做什么 都不赏望 成都八十 你做成都客车这个也很 是确吧 巧合的是 就在这两个人入住汇坊宾馆之前 刚好有从荣江到华平的公交车 在这里停车 通过调取公交车站附近的监控录像 民警发现 也就是在那个时间段 犯罪嫌疑人竟然真的在公交车站出现 随后走向了案发的宾馆 当时我们的第一反应 这两个人就是我 坐公交车上来的 公交车一停 又有人吓这两个人出现 心扉 又找到电了吗 这对男女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直到查找到另一个角度的录像 这个疑问才有了答案 原来 嫌疑人实际上是在公交车后面的一个早点铺走出来的 恰好造成了刚刚下车的错误 这条小胡同里有两家旅馆 还有很多的出租房 有一种可能女的在这里租房子 当天是取了什么东西之后 再跟男的一起去开房间 查来查去 民警发现了一个情况 这个胡同里面有一个出租房 的确是一个女性租的 这个房客据说是从事服务行业的 年龄等各方面特征都跟女嫌疑人十分符合 而她正是7月8号案发这一天离开了华平 民警们一路追踪到这名可疑女子的老家 可是很快这个貌似确定的目标就被否定了 一个个的线索接连被否定 这该从何查起啊 民警决定还得继续从监控录像上着手 狠下功夫 他们把华平县城所有的监控探头捕捉到的实时画面 全部集中到了民警的电脑中 又一场战斗开始了 在对监控录像资料进行了数天的全面搜索和梳理之后 两名嫌疑人在华平县城里各个时间各个点的出现和活动都被挖了出来 嫌疑人活动的轨迹越来越清晰 甚至两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动作习惯 民警们都已经了然于心了 但是也就在这个阶段 随着泛子嫌疑人频频的在画面上出现 侦察员心里渐渐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这两个人真的是天外来看 7月3号到华平 就在华平游光游光游光 全两个游泥养的游光 有几个探头吧 频繁的这样出现 但是你始终找不到它的落脚点 在监控录像里 眼睁睁的看着犯罪嫌疑人 晃过来晃过去 却无从下手 这种心情难以描述 我们总当好开玩笑 他说他说老李 所以从我们一起有这个啥狗来说 啥狗你懂吗 啥狗就是精神病 已经是把我们的神经都紧张的 那种多少干 紧张的 你不能再紧张那种程度 民警的神经高度紧张 相当焦虑 却仍然没有头绪 接着又把目标集中到 监控与监控之间的那些盲区 我们也晓得我们也知道 这个盲区拍开起来很困难 也许拍开不完 也许发生不了东西 也许根本就没有这价值 但只是也许 但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公里的电 坚持就有回报 查盲区终于查出了收获 在一个监控点 与下一个监控点之间的盲区 两个嫌疑人足足停留了七个小时 而在这片盲区中 有一个网吧 这是嫌疑人最有可能会选择的停留之处 本来想查看网吧监控来寻找线索 可不巧的是 那七个小时的资料啊 早已被新的录像给覆盖了 尽管找不到嫌疑人到过网吧的直接证据 但是从这两个人入住宾馆时的疲惫状况来判断 他俩在网吧中通宵上网的可能性极大 查 除了录像之外 还有上网记录可查 这个QQ号聊天的内容很符合当时嫌疑人的状态 上网时间也正好是在那七个小时中间 而在嫌疑人离开华平后 这个QQ号就从未在华平再登陆过 两个星期后 警方在重庆发现这个QQ号上线了 在重庆警方的协助下 专案组查到了这个号码主人的录像资料 是重庆一个网吧进口处的探头拍到的 重庆的QQ号码成为这次曲折多变 疑惑重重的破案过程中最后的出口 之前每一步的寻找与追踪 在这里终于落到实处 未来的大大的意见 不是我在华平 不停的每天 不停的在观看他们的资料 一查明文有时候 在重庆警方的协助下 两名犯网嫌疑人在当地被抓 当警察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 年仅20岁的霍顺和年仅21岁的雷云丽 并没有过多的否认和辩解 可是只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为何变得如此残忍 这一串项链曾陪伴着受害人生前幸福的时光 如今却落在了杀人者的手里 还有被害人的金耳环和金戒指被这对男女卖给了金电 笔记本电脑也被他们卖给了二手摊败 凶手落网了 惠芳的丈夫郑先生再次看到 照片里妻子熟悉的笑脸时 心情也可以稍稍平复 也可以告慰妻子的在天之灵了 悲怅过去了希望郑先生一家老小啊 以后能够好好的生活下去 在看守所呢 我们见到了这起悲剧的制造者霍顺和雷云丽 他们脸上的泪水又代表着什么呢 是悔恨还是不甘心 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 在他们残忍的摧毁他人生命的那一刻 就该想到自己有一天也要付出足够的代价 这就叫天理不容 好了今天的节目王静就为您聊到这儿